每一位社工人员都可以说是弱势民众最有利的后盾 高雄市今年有30名的社工获奖 加冕社工人员在高雄市服务及关怀弱势的成就 用心打造各项社会福利措施之肯定 社工们以专业的评估及处理的方式协助弱势家庭 今天是我们今年有得奖的社工总共有30位 那得了一个是卫福部的基佑社工的人员奖 那另外一个部分是南高平 就是三个县市所表扬的社工人员 那今年我们高雄这30位得奖 他们不只是在年资还有他们的丰富表现 那还有奖项得奖的人数都是比往年还多 所以我们特别安排这样的场合也把这个奖献给市长 然后另外呢也跟市长介绍社工所服务的领域 还有他们的工作的内容 还有刚刚市长其实也特别关心对弱势的关怀 那还有就是要透过社工把这样的关怀跟支持 可以送到一些需要的家户 那另外市长也特别关心像目前他所提出的珍珠计划 这样的方案的一个执行 那我们社会局结合了卫生局教育局跟民政局 其实一直在这个珍珠计划的部分也非常的着力 提供多样性专业性的福利措施 服务市民大众 感谢每一位社工伙伴的坚定助人信念 从事服务工作 未来会持续提升社会福祉 推动关怀市民的服务方案 十方新闻郭文许建议高雄采访报导 主动雄采计划